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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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寻梦想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我终于可以为了我热爱的事情而上了大学 你知道吗 在大学的生活是多么的多姿多彩 但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不是我如偶像剧般的生活而是我体会到的一件事情 当我一步一步一步的努力靠近我的梦想 而梦想仿佛仿佛也出手可及 可是好像都只是华与的想象 我曾经自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后来却发现什么也抓不着 请问您的餐厅是需要请的 已经买了 好 没关系 谢谢 拜拜 现实总是残酷的 打工后 怎么还有勇气去追梦 我开始茫然 自己就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什么都不懂 只会做梦 做很白 很白 很天真的梦 也就像是一个摇晾晾虎sam 她先走了 欸 記得幫我點撒餅喔 欸 早餵 她剛剛說她有事情就先走了 蛤啊 可是我們不是約好一定做同事報告嗎 對啊 她不是第一次這樣了欸 而且我們下禮拜就要報告了 太累了吧 我爸就Carry一下 正式做幫忙一下 可是她最近是不是怪怪的 好 我再多注意一下 那一天的事 他們的切切私語 我都聽見了 可是又能怎樣呢 他們其實沒說錯 曾經到我是多麼的開朗活潑 可是現在呢 沒有了錢 我每天像傀儡一樣 不停的敲課打工 我的生活失去了意義 當初的熱忱 也似乎一點一點的消失了 沒了錢 什麼都不是 難道 這就是我想要的大學生皇嗎 我 真的很累 只要你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可以跟你聊一下嗎 為什麼今天來這裡 就一下子 還是改做吧 試一下 嘉蕙最近蠻好嗎?生活上有什麼? 沒有啊 什麼? 可是我覺得你最近怪怪的欸 一定有什麼事 不然怎麼會突然間要去打工 沒錢當然是要去打工啊 這不是我認識的禮法 怎麼變得這麼消極啊 你不懂 有時候到現實來的時候 自己卻總是退一步 那需要幫忙的時候 找到我們這些朋友吧 我們都在 其實有時候在面對現實的時候 它能讓你明白自己在堅持什麼 在你凝固的時候 它總能在你一步一步的看前方向 在我傷心難過的時候 我總會閉上眼 腦海裡滿滿的都是在背後支持我的人 我是多麼的幸運 你和你 和你又何嘗不信 當每個人都屈服於現實時 只有夢才讓我懂得如何走下去 因為我知道人只能活一次 而我只希望在大學裡再勇敢的見過一次 當選擇妥協時 閉上眼 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你是要選擇 我追夢的勇氣 還是狗血的活動 哇 這是我認識的鄉雲嗎 其實 我們身邊總會有那麼一個人 會對我們說這種話 雖然很狗血 但我好像明白了什麼 在這條追夢的道路上 我的背後 還有我的家人 家人能給我們的 只有錢嗎 有了錢 我在這裡吃好 睡好 沒有煩惱的去過我的大學生活 有了錢 我可以盡情的去做我喜歡的事 買我喜歡的東西 有了錢 夢 才會是美的嗎 會想起大學的這一段時間 我究竟做了什麼 我原來什麼都沒做 爸爸媽媽 辛辛苦苦用血汗支撐著我的留學夢想 卻只換來一直沉浸在 那不切實際做著偶像巨夢的我 你們對我的期望 後來 卻只是給你們 屏幕前淡淡無虞的我 那天 我聽到自己的朋友在別的學校 壓力太大而自殺了 這條路 還會有多少的不如意 最終夢想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而家人的支持 朋友的鼓勵 便是我奢侈的資本 在這裡 與我分享快樂 替我擦淚的是朋友 儘管滋潤我們的水 總是多不過落下的淚 但在這裡 為我們彼此 都有同一個完成夢想的信念 而在遙遠的他鄉 仍然有世界上最愛我 也是我最愛的家人 在這裡 雖然少了溫室的庇護 卻多了風雨的灌溉洗禮 而這樣 才能使我們更加茁壯的成長 使我們的腳步 更加堅定 儘管在這條路上 我們會遇見很多挫折 磨難 但只要我們不放棄 勿忘初衷 我們總會守得雲開見月明 一個人在異鄉的生活 難免會寂寞 可現在的我學會了享受孤獨 更何況 我們所擁有的 不僅僅是家裡寄過來的錢 還有他們的溫暖 還有在遠方等著我們 盼著我們的父母 身邊關心我們 愛我們的朋友 我似乎想通了 我終於可以平靜的 自由的呼吸 眼前美麗的風景 依然無遺 在想著那群背後 一直默默支撐著 我們走下去的人 同樣和我一起 為夢想而奮鬥的你 別忘了低頭看看 我們腳下踩著的 不正是那世界上 最偉大的肩膀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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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